小米兒發發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多點檳城的生活 就分享讚好和訂閱我們 好吃去賴兒 今天和大家去香格里拉的Spice Market 吃下自助餐 非常讚 就是我們進去之前的清潔功夫做得很好 每個人要消毒 每個人簽自己的一張 現在整個檳城都是用PG Care 只要你登入過一次 輸入過你的資料 電話、電郵和名字 你每次去門口 都看到這個QR Code 已經有你的資料 已經幫你Check-in了 所以又方便又安全 好讚的 收完這些手續 終於可以帶我們入座了 它的名字叫Spice Market 它的裝修真的做到簡約封 有東方味 又有香料成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挺舒服 很不錯 另外一個貼心位 每人派了一個新口罩 讓你走出去拿東西吃的時候 就要帶著它 看看菜單 它分開的部分 就是坐在一個位置可以叫給你 這一部分就是要出去拿的 它連地圖都有幾個貼心 很不錯 出去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這裡雖然說你出去拿東西吃 但是它基本上每一個部分 都是有人服務 好像這些沙律 平時一大碟就自己拿 現在你就要告訴它 你要什麼 它就放一碟給你 海鮮也是一樣 它不同的是 我想只要蝦都可以 就算很簡單 像這些燒雞、燒魚 其實也不是自己拿 別人也會幫你拿 這裡就是它西餐的布 這個就是你在位置可以點的 你也可以看到什麼 你喜歡吃就怎樣 這個中菜也是一樣 點完之後 它就送一份去你的位置 這樣就確保它乾淨 而且當你上桌下吃東西 自己也不會混亂 我都挺喜歡它這一款 這邊它的這裏有很大的麵緣 Et 它就食品上面 店舖的日式酒店最受歡迎 這是它的刺身外 Talk considered 它的刺身的很不錯 看上去都很新鮮 然後它就有這些刺身 也可以看看它旁邊的 所有相 rep的 York 一般 不知道為什麼它出來 甜品的布基於大 這個整個框都是甜品 蛋糕方面放在雪櫃裏 你要些什麼就幫你拿 不會弄到血肉模糊 而後面再走過去還有些煎Pancake 煎Brownie等 等下就幫大家看看 開餐啦 首自助餐想吃瘦點 首先吃杯水果打底 這裡的水果很好 乾淨因為一杯杯地做好了 我們從湯開始 這個就是燉湯 因為我聞到當歸味 比較少買 它裹出來也有很多材料 我想它是類似當歸花糕 燉雞那類 好吃的 另外一個湯就叫做燒蒜頭湯 其實它真的不像湯匙的汁 就不太行 不要試了 接著就試試日本菜 雖然它的飯確實很大粒 但是它的飯和刺身和壽司 都其實挺新鮮的 你真的像去逐碟逐碟叫的日本菜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日本菜 我不是適合的 吃得過 接著就是凍海鮮味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了 不過所有食材都不錯 除了蟹、梅之外 基本上蝦都吃得有味 OK 沙律方面我吃了幾款 反而有點驚喜 各種沙律都好吃 我就喜歡了 是時候試一下它的 重頭戲 焗龍蝦 它這個好處就是 但是不會限制你每次點幾款 你喜歡四個人 點十隻也可以 切下去其實都OK 不過有些乾了少少 還有醬汁多些 如果可以少些醬汁 和不要煮太久就更好了 你也覺得它的龍蝦很好 接著就吃了它的燒魚柳 燒鴨 其實這些都OK 不錯都很好吃 如果自助餐的水樽來計 是很好的 這是燉牛肉 小米說牛肉鹹了少少 但麵包就很好吃 總括它的宵夜是非常合格 咖喱雞 這個呢 咖喱魚 留條魚 它的印度食物有驚喜 這個可以點到這張桌子 我每一款印度食物都點完 有三種不同的咖喱 有一個 Tandoori Chicken 有Tandoori Lamb 它的咖喱呢 是香得來 不會太辣 又不會太鹹 是好吃的 而它的烤雞 烤羊 和沙爹 都是肉是嫩的 好可 接著就去到它的炭燒位 這個燒羊架有點失望 是因為它的肥太多 不過它的肉都是嫩的 一推薦呢 就香草燒蝦了 它真的很好吃 有蝦味 還有最重要是挑了腸 所以小米說 好讚 順利都要點一下它的燒牛肉 汁就多了少少 我們就不喜歡了 不過呢 你看看 多容易就切到 和上次那個有些差別 可能真的夠肉的問題 就和小米的切牛肉功夫 可能就不大關係的 你看看它 嗯 應該也是滿意的 中餐方面 我們只點了一個 新加坡辣椒蟹 不看它的樣子都已經知道 吃不到 因為只有蟹殼 不過呢 炸饅頭和醬汁就不錯 這個就不用再點了 另一個驚喜味呢 就是這個拉麵了 特地留個原聲給大家聽 雖然它的拉麵沒有做到非常出色 因為有一碗就大小不一 第一碗都不錯 不過它的味道和麵的韌性 真的有在 它的肉碎是煮得不錯的 雖然用雞做 不過它的辣和鹹的程度是不錯的 最後也說一說它的甜品 其實它甜品貴的所有蛋糕 基本上都是比平均出色的 尤其是這個朱古力蛋糕和Red Velvet 我們吃過都不錯的 不過這個brownie和這個炒pancake 就真的不行了 這個brownie是完全感覺不到它 怎樣整熱了 而炒pancake就是一堆東西 不要試了 去到評分的時候 食物質素 我們覺得它大致都不錯 有7分 環境非常乾淨 以及設計感我們都喜歡的 有9分 而服務也有9分 因為它換碟、清潔 你叫它 DEEP試影都很聰明 很快過來 題外說 我們帶了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一進來就看到 別人旁邊Party有個心形波波 一進去就當然是問它拿 而不負眾望下 它也和旁邊Party 幫我們成功爭取到 your心形波波 我覺得這些服務 真的做到五星級了 所以回頭到 我們覺得都有7分 偶爾也可以去吃吃吃 結果吃了幾千 它現在做中 星期五、六日才開 大人168全包 小朋友84元全包 而小朋友的意思是6歲至12歲 6歲以下是不用錢的 Facebook 還在做優惠 4位有一個免費 可惜我們今天只是3個大人 1個免費的小朋友 我就加入了他的會員 他的會員是不需要錢的 純粹登記的 都有8折 成章單 168元3個大人 折後403元 每位134元 如果以這個價錢吃這些東西 加這個服務和環境 回頭到也有七成